大家好,我是Jill,欢迎来到我的家居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十个家居生活的清洁收纳小窍门 希望你喜欢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不要忘记点赞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滚筒粘胶 它本来是用于清洁衣物的 不过下面这几个妙用,你可能还没有猜到哦 我会每天早上用它来清洁床铺 粘粘晚上睡觉时掉落的毛发 用滚筒轻松地滚几下,就干干净净了 除了用它来清洁床铺以外 你还可以用它来清洁沙发 布衣的床头板 对了,还有布衣的灯罩 甚至是小面积的窗台、地板、桌面的清洁都非常的方便 我这款是3M家Scotchbrite这个牌子的 Muji还有其他很多牌子都有滚筒 如果觉得普通滚筒的粘性不够大呢 大家可以买宠物的滚筒 平常我们家用完很多产品以后会留下一些瓶子 我会想要重复利用它们用来装别的东西 可是一个小麻烦就是这些标签 它们被撕掉以后往往会留下一些粘粘的粘胶擦不下来 一个妙招呢就是用炒菜的油来溶解它们 这样一擦就能擦下来了 不幸你回去试试看 另外一个非常棒的办法是用芳香精油 我这次用的是橙子精油 经过我的实验它的溶解性比普通的菜油其实更棒 只是呢有一点小贵 经过精油擦拭的瓶子真的是焕然一新 用它们来装鲜花是不是特别的美呢 下面这几个清洁卫生间的办法 我觉得即便是得了懒癌晚期的人都能做到 护肤棉每个女生几乎每天都会用到 沾过爽肤水的护肤棉在擦拭皮肤以后 不要马上扔掉 你可以用它来清洁你的水池 用它来擦一下牙膏污垢 滴到水池外面的水 把手等等 总之都是要扔掉的东西 你不如用它来做一个清洁再扔掉 也就是顺手几秒钟的事情 这些纸杯除了做蛋糕还能做什么用呢 把它放在车子的杯座里 防止脏东西掉进去 有饮料偶尔溢出来也没有关系 它都可以接住 用硅胶的膜子也不错 可以重复使用 清洁灶台上的日常的油污 用什么清洁剂最有效呢 其实除了一些成年老购以外 大部分的油污用一种清洁剂就能搞定 那就是洗碗精 我们家习惯在每天做饭以后 用洗碗精挤在湿的抹布上 轻轻一擦就马上干净了 和各类琳琅满目的特殊清洁剂相比 洗碗精不但安全而且便宜 你家下次清洁灶台的时候可别忘了它哦 洗碗精你怎么会出现在卫生间 我用它来代替专用的衣物清洁剂 我有两个非常活泼的男孩 而且我们家的两个沙发都是白色的 有观众朋友可能会想 你不是自讨苦吃吗 不过洗碗精真的是太好用了 这个污渍已经是三四个星期的老污渍了 我们用它来试一下 效果不错吧 下面这个懒人清洁妙招呢 我是跟清洁阿姨学的 我们公司的阿姨会在办公室的每一个自纸楼的底部 放一卷新的垃圾袋 她每次收完垃圾以后呢 就从垃圾袋里面抽出一个新的套上去 这样呢工作就完成了 这样做的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让家里面所有的人帮你收垃圾 而不会他们跑过来问你 妈妈垃圾袋在哪里 老婆垃圾袋在哪里 因为垃圾袋就在垃圾桶里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衣橱 一个小秘诀是使用篮子来收纳不怕皱的衣服 我这边有我和老公的睡衣运动衣和居家服 全部都不需要叠 洗完后扔进去省时省力 外面有标签 找起来也非常方便 外观还特别的整洁 这些篮子是我在沃尔玛买的 Better Homes and Gardens这个牌子的 质量不错 Costco也有类似的 这个篮子大家猜猜是做什么用的 它是我们家衣橱的一个长久居民 里面装的是我不再需要的衣服 准备捐掉或者扔掉的 有不需要的衣服随时处理 所以我从来不需要专门花时间来整理衣橱 节约了很多的时间 特别是小朋友的衣物 他们长得很快 也需要随时的处理 这个方法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你想观看更多衣橱整理的内容 可以点击视频上方的链接 以及描述栏的链接 大家家里面都会有几双袜子 要么丢了瓣 要么破了洞 这样的袜子呢 大家可以留着当手套用 当然这个手套是清洁手套 把它套在手上 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把玻璃和各种台面清洁的干干净净 比抹布要好用 棉袜子的吸水性很好 而且呢又利用了旧物很环保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清洁收纳小窍门 你有兴趣尝试哪一些呢 你有哪些更好的方法呢 如果你对拍摄的幕后 以及我的日常动态感兴趣的话 也请关注我的Instagram 我会在那边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内容 谢谢观看 我们下支视频里面见 祝您有个好心情